主料,西红柿150克,土豆250克,辅量,油,盐,老抽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西红柿清好备用,土豆丝煎好,放入水中浸泡片刻,土豆丝从水中捞出备用,锅内入油,烧至七成热,放入西红柿翻炒,加入少量清水,放入土豆丝翻炒, 放少许老抽调色,翻炒片刻,土豆丝炒熟,出锅即可,烹饭技巧,生抽可以上放一下,影响色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